在阳光森林里住着幸福的奥利一家 有活泼的奥利 爱发明的爸爸 温柔的妈妈 可爱的妹妹凯蒂 故事就要开始了 小牛奥利一家人 消失的气球 奥利凯蒂想要坐摩天轮 妈妈同意了 是彩虹气球 凯蒂拿到气球好开心呀 糟糕 机器牛抢走了气球 气球不见了 凯蒂很伤心 奥利转头发现了机器牛 奥利跟过来 发现原来是女巫的指使 奥利猜测是女巫趁着黑猩猩睡觉 控制了机器牛 有了 奥利猜测是女巫的指使 奥利告诉爸爸 女巫控制了机器牛 女巫正在玩飞镖 女巫正在玩飞镖 写击击击击中女巫 女巫用火焰燃烧奥利的机甲 奥利爸爸用水浇灭了火焰 女巫又用藤腕缠住机甲 奥利爸爸用飞刀切断了藤腕 树叶飞来 机甲变成了坦克 坦克发射便便 迷晕了女巫 几个回合下来 女巫施法使森林变成了海洋 机器牛的蹄子变成了谱 不好 机甲被海浪震得飞起 爸爸发动了反击 机器牛沉水失去了控制 忽然一只恶魔的大手把机甲拍入水中 奥利爸爸用药水重新唤醒机器牛 一起向海面游去 哈哈 机器牛不受女巫控制 顶飞了女巫 来一场机器牛和大鲨鱼的PK战吧 是冰冻 不怕 机器牛轻松震碎了 女巫腾云驾雾躲开了机器牛的光波 机器牛张开翅膀来到空中作战 被躲开了 哈哈 机器牛勝利了 奥利坐着机器牛取下了气球 奥利和爸爸来到黑猩猩森林 机器牛恢复了原貌 黑猩猩赶过来找到机器牛 感谢奥利和爸爸 奥利和爸爸拿着气球 开心地赶回游乐园 凯利举起气球 开心地蹦蹦跳跳 哈哈哈 好 好 小耶 感谢观看